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多繁华 靠的是这些人的家破人亡 姐夫 沈如华也哭出来了 但他们还不知足 他们怕这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乞丐 绞了南边的好日子 所以男人归男 美人归北 其实这也没什么 如华 听起来很欺人 但实际很平常 这些人当乞丐 当牲口 别打搅了别人的好日子 他们也就希望能在太太平平的过几年 十几年 就夹在镇江这一类地方 也能过日子 但是太平不了了 他说到这里 停了下来 过了片刻 扬州 镇江一带 几十万大军 就是为打仗准备的 宗府宗币打过来 就快要打到这里来 如华 打仗 从来就不是儿戏 马马虎虎靠运气 是打不过的 金军这次南下 对武朝势在必得 打不过 以前发生的事 还要再来一次 只是镇江这六十万人 又有多少 还能活到下一次 天下太平 为了让军队能打上这一仗 这几年 我得罪了很多人 你不要以为太子就不得罪人 没人敢得罪 军队要往上扒 朝堂上指手画脚的就要往下走 文官们手上的东西少了 背后的世家大族也不开心 世家大族不开心 单官的就不开心 他们办事的时候就会慢一步 每个人慢一步 所有的事就都会慢下来 军队也不省心 大族子弟进军队 想要给家里要点好处 关照一下家中势力 我不准 他们就会阳奉阴违 没有好处的事 世人都不肯干 军武冲慎如华笑笑 在树荫里坐了下来 续续叨叨地树着手头的男士 如此过了一阵 有鸟儿飞过树顶 这些年 我军阀处置了很多人 该留的流 该杀的杀 我的手下都是一帮孤臣逆子 外头说皇家喜欢孤臣逆子 其实我不喜欢 我喜欢有人情味的 可惜女真人 没有人情味 她顿了顿 对我们没有 军武双手交互 坐在哪儿 低下头来 沈如华身体颤抖着 已经流了许久的眼泪 姐夫 我愿意去军中 装模作样地送到军队里 过段时间再踢下来 你还能活着 我 我不会 他们觉得会 他们会这样说 军武妄向他 打断了他的话 我 我 我只拿了七百两 没有更多了 他们 他们都 七百两也是死罪 军武指向镇江风行 七百两能让人过一辈子的好日子 七百两可以给上万人掉一条命 七百两能给七十个兵发一年的响 是 七百两不懂 如果是在十多年前 别说七百两 你姐姐家的太子 别人送你七万两 你也可以拿 但今天 你手上的七百两 要么值你一条命 要么值七百万两 证据确凿 是有人要整你 整你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要对付我 这些年太子府杀人太多 还有人被关在牢里正要杀 不杀你 其他人 也就杀不掉了 沈若华 打仗 没那么简单 差一点点都不行 军武望向另一边 我今天放过你 我手下的人就要怀疑我 我可以放过我的小舅子 岳飞也可以放过他的小舅子 韩世中多少要放过他的儿女 我身边的人 也都有那样这样亲近的人 军队里那些反对我的人 他们会将这些事说出去 信的人多一点 战场上 想逃跑的人就会多一点 动摇的多一点 想贪磨的人 会多一点 做事再慢一点 一点一点加起来 人就很多了 所以 我不能反馈 她的眼中似有泪水落下 但转过来时 已经看不见痕迹了 我有一期五件 与你姐姐相处最为单纯 你姐姐身体不好 这件事后 我不知该怎样再见她 你姐姐才跟我说 你自幼 心思单纯 是个好孩子 让我多关照你 我对不起她 你家中一脉单纯 好在与你相好的那位姑娘 已经有了身孕 带到孩子出事 我会将她接过来 好好抚养师主几处 你可以 放心去 军武一开始说起对方的姐姐 话语中还显得犹豫 到后头 渐渐变得斩钉截铁起来 她将这番话收缓 眼睛不再看神如花 双手撑住膝盖站了起来 这些年来 尽管做的事看来铁血杀法 实际上 军武到这一年 也不过二十七岁 她本非独断专行 铁血严厉的性格 更多的 其实是为时局所迫 不得不如此掌局 沈如新让她帮忙照顾弟弟 实际上军武也是弟弟身份 对于如何教导小舅子 并无任何心得 此时想来才真正觉得伤心 至于那沈如华 她今年仅仅十八岁 原本家教还好 成了皇亲国戚之后 形势也并不张扬 几次接触 军武对她是有好感的 然则年少莫哀 沈如华在秦楼之中 爱上了一女子 家中钱物又算不得多 周边人在这里打开了缺口 几番雷往 怂恿着沈如华 收下了价值七百两银子的钱物 准备给那女子赎身 世上未成便被捅了出去 此时一时间 虽未在下层民众之中波及开 然而在军政上层 却是已经传开了 无人对此发表意见 甚至没有人要在民众之中 传扬对太子不利的言论 军武却是头皮发麻 此事正值备战的关键时间 为了保证整个体系的运作 军法处卯足了劲 在清理害群之马 后方运转体系中的贪腐之人 以刺冲好的奸商 前方军营中 苛扣军相 倒卖军资的将领 此时都清理了一大批 这中间自然有各个大家 士族间的子弟 若是放过沈如华 甚至于旁人还都帮忙遮掩 那么以后大家多多少少 就都要被绑成一块 类似的是这些年来布置一起 唯独这件事最令他感到为难 抬一抬手 这世上的众多事 看起来仍旧会像以前一样运作 然而那些死者的眼睛在看着他 他知道 当所有的士兵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那一刻 有些东西是会不一样的 他起身准备离开 即便沈如华再求饶 他也不理会了 然而走出几步 后方的年轻人并未开口求饶 身后传来的是哭声 然后是沈如华跪在地上磕头的声音 军武闭上了眼睛 天下论亡 这说起来 原本是我周家的过错 周家治国无能 让天下受罪 我治君无能 因此苛责于你 当然 这世界上 有人贪腐几十万两而不死 有人拿走七百两便杀无赦 也总有人 一辈子 也非曾见过七百两 这道理 难说得清 我今日 我今日只向你保证 他顿了许久 我只向你保证 待女真人杀来 我上了战场 必与女真人拼进最后一地心 无论我是何种身份 绝不承认 军武并未加重语气 简简单单地将这番话说完 沈如华嚎啕嚎大哭 军武走上马车再为往外看上一眼 吩咐车架往军营那边去了 这一天是建硕十六年的六月初期 清国东陆军已经在徐州完成修整 除原本近三十万的主力外 又调解了中原各地的伪齐汉军近三十五万人 一方面追击围剿刘成宗的西境队伍 一方面开始往扬州方向聚集 此时在镇江 扬州一带乃至周边地区 韩世中的主力已经挤住江南的水网 做了数年的防御准备 宗府宗碧虽有当年搜山浅海的底气 但攻破徐州后还是没有贸然前进 而是试图挤住轨骑部队原有的水师 以辅助进攻 中原汉军部队虽然良有不齐 行动迟钝 但金武双方的正式开战 已经是近在眼前的事 短则三五日多不过一个月 双方必然就要展开大规模的交锋 大战开始前的这些夜晚 镇江仍旧有灯火通明的灯光 军武有时候会站在漆黑的江边 看那座孤城 有时候整夜整夜无法入眠 白日里有许多事 多事公事 自然也有如沈如华这一类的私事 要处展沈如华的日期定在了六月初十 初八这天晚上 本该坐镇临安的朱沛从京城赶了过来 近六月中旬正是炎热的三福天 镇江水师军营中燥热不堪 女真人一致 韩世忠已经过去江北预备大战 由军武坐镇镇江 虽然太子身份尊贵 但军武平素 也只是在军营里与众士兵一道休息 他不搞特殊 天热时大户人家用冬日里储藏过来的冰块降温 军武则只是在江边的山腰选了一处 还算有些凉风的房子 若有贵客来时 放以冰镇的凉饮作为招待 初八晚上才刚刚入夜不久 打开窗户 江上吹来的风也是热的 军武在房间里备了简单的饭菜 又预备了冰沙 用以招待一路赶来的姐姐 这样的天气 坐着颠簸的马车整日整日地赶路 对于许多大家女子来说 都是难以忍受的煎熬 不过这些年来 周佩经历的事众多 许多时候也有长途地奔走 这一天傍晚抵达镇江 只是看来面色显黑 脸上有些憔悴 洗一把脸略做休息 长公主的脸上也就恢复了 往日的刚毅了 这些年来姐弟俩扛的担子极重 军武和下叙叙 眼珠了面孔上天生的稚气 周佩身边的姿势 无人可以诉说 戴起的便是雍容尊贵 肃穆疏远的面具 而面具戴得久了 便往往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梳洗过后的周佩 面色稍显苍白 人色疏离并不讨喜 虽然在亲弟弟的面前 稍微柔和了些许 但实际上舒缓的也并不多 每次看见这样的姐姐 胸无总会想起十余年前的她 那时候的周佩虽然聪慧骄傲 却也是漂亮可爱的 眼下的黄姐再难跟可爱沾边 除自己外的男人看了她 估计都只会觉得害怕了 对于周佩婚姻的悲剧 周围的人都不免唏嘘 但此时自然不提 姐弟俩几个月 甚至半年才见面一次 戾气虽然使在一块 但话语间也难免公式化了 《遇之后事如何?婚姻》继续收听 《遇之后》第九百一十八集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